欢迎来到美厅 对不起,我的善良很贵 网上有一个问题 在哪一刻,你觉得和朋友再也做不成朋友了 有意回复,点赞居高 有天早上,上课快迟到了 我和朋友在校门口急急忙忙买了个饼 因为店里网不好,在线支付一直加载不了 老板很憨厚,说你回去再付钱也没事了 我到了线,就急忙和朋友跑去上课 到了教室,第一件事就是点开手机付款 这时,朋友推了我一下说 你别付了,反正老板也记不住 我轻轻地回了一句,这样不好 善良不是一种伟大的,高不可攀的学问 而是一个人的点滴行为 米列说,越是善良的人 越察觉不出别人的居心不良 如果我也遇到上面那种朋友 同样地觉得,朋友再也无法成为朋友了 这种人,对于陌生人的善意 选择利用,而不是回报 曾经有一篇文章很火 写给女儿,我宁愿你不善良 作者举了很多利用女孩心地善良的特点来行凶的案子 其实,被别人利用善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但善良又是一个人掩盖不住的特质 有做心理咨询的朋友和我说过 一个人善不善良 你去看他的眼睛还有他的气韵 善良的人,整个精神面貌都散发着一种柔和的温暖的光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善良是骗不了人的 朋友和我说起一件很倒霉的事 他说几年前,老公的发小因经济困难借钱 当时考虑到,老公和发小的关系的确是很好 朋友也不清楚老公发小的为人 只是平日里,见面都是嫂子长 嫂子短,叫得热热闹闹 借钱也没有什么戒备之心 借出几千块钱,也不影响生活质量 朋友间该帮的时候就帮一下 所以这钱借出好几年 他们夫妻也没有去问 今年刚好买了第二套房 孩子又要上学,私存着 厚着脸皮问问这钱能不能还回来 那只发小反问老公什么时候他借过钱 那天晚上,老公一脸黑线 几十年的友谊被几千块钱给买断了 他记得当时,老公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无奈地说,钱真是一个照妖镜 什么样的人照出什么样的原形 朋友感慨,出于善意 借钱给他渡过难关 结果人家不乐意还钱了 以后要是再有人和我说 感情的世界谈钱多俗 我一定会告诉他 我宁愿谈钱伤感情 也不要谈感情伤钱 不把钱和感情分开来 真会劳民伤财 其实朋友的家境真的不错 如果发小爽爽快快地把钱还了 或许在以后,再遇到资金周转的问题 他老公一定会再一次鼎力相助 有句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称 善良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 他可以使盲人看到,聋子听到 但用贪小便宜的心思 去毁掉一段本可以长存的友谊 就是得不偿失 刚工作那会 没有太多的收入 只能和别人合租 合租的伙伴是一个城市出生 又是独生子女的小妹妹 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傻姑娘 被他一句姐姐长,一句姐姐短 叫得特别舒坦 考虑到他家庭环境问题 主动承担起了家务活 买菜,做饭,搞卫生 就连休息,修灯,修厕所 他也真的一点都没操心 有时候实在是太累了 就会说他几句 他撒撒娇,像征性地做一下 也就顺着他 看他来立架,疼得厉害 会帮他熬一碗生姜红糖水 或者给他准备一个热水袋 有一段时间 他失恋 天天喝得烂醉 要打车去把他接回来 还要帮他处理 任性导致的犯罪现场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就在我要搬走的前几天 无意听到他讲电话 说我 就一个土包子 劳碌命 活该被使唤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心里翻江倒海 他成为了第一个 被我永久拉进黑名单的朋友 当时我和闺蜜说起这事 闺蜜给我总结 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气 你的好脾气 包容他 却被他当着是你软弱 你的善良 你的付出 却被他当着是好欺负 好心被人用 真心被人伤 善良的我 单纯的把所有人都当成了真朋友 却忘记了 有的人靠近你只是为了牟利 获取自身利益 他给我上了一课 教会我 我的善良必须有尺度 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我的善良 如果说 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 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我善良 但我的善良不廉价 一个为人善良的人 能正真做到换位思考 并且有同理心 理解并尊重他人 善良的本质 是舒服自己 也方便他人 有价值的善良才高贵 而无价值的善良 只会导致退一步 有人步步紧逼 忍一回 有人毫无顾忌 容易刺 有人接二连三 让一尺 有人变本加厉 纵容着别人 委屈了自己 既要懂得人与人之间的险恶 也懂善良的行为 只留给感恩之人 不纵恶 不失真 高中时看 是说心语 德行 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寻具博远看有人集 寻具博从远方来探望朋友的病情 恰逢外族敌口功成 朋友对寻具博说 我如今就要死了 你可以离开 寻具博说 我远道而来看望您 您却要我离开 败坏道义来换得生存 这难道是我寻具博做得出来的事情吗 郡城沦陷 狄寇对寻具博说 我们大军一进城 整个郡城的人都跑光了 你是什么人 竟然还敢一个人留下来 寻具博说 我的朋友身患重病 我不忍心舍弃他 我宁愿用我的性命来换取朋友的性命 敌寇听了 说我们这些不懂道义的人 却侵入了这么有仁义的国家 于是调回外出打仗的军队 整个城都因此获救 爱出者爱反 服王者服还 这是善良的最高境界 把善良留给善良的人 自然收获更多的善意 遇到不怀好意的人 应该明确地告诉他 对不起 我的善良很贵 不会廉价消费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美听